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Wendy為大家追擊新秀三邦的環子 八位入圍總決賽的參賽者 在日前已經進行了第一輪的考驗 就是零距離主場show 要零距離地跟觀眾接觸 還要將任何一個地方都變成自己演出的舞台 少點信心都不行 一切跟大家看看他們當下的表現吧 首先第一場是在Home Delight Furnishing的主場show 由1號的Harry 而輕快的舞姿打響頭跑 接著2號的Amanda 亦以心情演繹唱出她的自選歌曲 看來在哪裏演出都難不上他們 就連合唱都沒問題 4號的Cliff 今天就整個王子鹿登場 不知道外形會不會加分呢 而6號的Byron就保持水準 鬆融面對 兩個人之後一於來過左輪右利 唱一首譚命倫的《一身中最愛》 又是時候到觀眾投下票了 四位新秀亦向來現場支持的觀眾 觀眾派一下獎品 之後再跳一拍勁歌而舞 觀眾看完應該很滿意吧 第二場的主場show 是在我們時代方2樓的美容角舉行 3號的Henry 一出場的勁舞 就已經夠了壓場了 5號的Nancy 就一於以靜制動 心情演繹 個個都聽到入晒神感 兩個人之後合唱了一首屋頂 又真是挺和和的 7號的Kevin 今天的自選歌是壞人 不過看起來又不是真的那麼壞 而8號的Tiffin亦都全程投入 觀眾都不知道聽得多那麼流心 之後合手沖海為主 就直接拿了分 不過給分都是留給觀眾做 四位新秀都是乖乖地派下禮物算了 到最後亦都來個大合票 一口氣看完兩場的主場show之後 立刻和大家繼續深入了解一下 我們3號和4號的參賽者 首先是3號的Henry 陳家強 Henry 你覺得你怎樣可以令自己 同時間兼顧唱歌和跳舞 這兩方面的演出呢 當然唱歌和跳舞加起來 是比較辛苦一點的 所以在練習方面是很重要的 要時時跑步和多點休息 就可以將跳舞和唱歌都兼顧到一切 那你又覺得在這次比賽當中 學到甚麼最珍貴呢 我覺得我得到最珍貴的東西 應該是七位很好的朋友 因為我們是入到決賽之後 我們七位會更加更加親密 多點溝通 我這個友誼是很難得的 而且也學到怎樣善用自己的時間 安排好自己的時間 因為這次比賽的訓練都比較密集式 所以就要好好安排自己的時間 有休息的時間和練習的時間 好了 接下來就輪到四號 喜歡唱Opera的Acliffe 黃偉傑 你覺得自己唱聲樂的經驗 可以怎樣幫到你這次參賽呢 其實我現在就是在UBC 讀第二年的聲樂 聲樂能夠幫助到我怎樣運氣 和我其他技術上的應用 至於舞台方面 我能夠可以更加自然 和可以容易地表達自己 絕對對這次的比賽是很大的幫助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最難駕馭的是哪方面呢 我覺得最難駕馭就是怎樣去感染觀眾 因為就算你的技巧有多好 你的技巧有多厲害 但如果你不能夠感染到觀眾的話 你也是不是一個成功的表演者 所以我現在正努力地去學習 如何去駕馭到這方面的技巧 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下星期依然有我Wendy 為大家追擊新秀三邦